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之鋒 如果大家有看這個Live 應該都會留意到 其實今天有兩件事想跟大家分享 主要是關於政府用這個未經批訊集結去起訴我 另外同一時間相信大家都有注意到 就是我剛出了一封信給所有2019年和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和區議會選舉主任 我想稍後會和大家即時開槍 拆這盒是Metal Build的自由高達 Freedom Gundam 小時候有看這個高達一定是有看Keyla Yamado 就是基拉大和的自由高達 但我想在和大家開這盒高達之前 都會想和大家說一下 因為我電到沒什麼電 想和大家說什麼呢 去說回現在的最新形勢 最新形勢是很想和大家分享的 是什麼呢 就是關於選舉主任的狀況 因為話說是在2020年 政府已經DQ了12位參選人 而其實大家留意到政府的DQ是非常誇張的 所以今天我特意出了一封信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我們不要鬥王 我們就只等一些藍絲鬥男 所以我剛剛去信是要求這個選舉主任和他的直系親屬 去交代他們有沒有持有這個外國護照 我剛剛去信給這個民政事務局長徐英偉先生 我可以和大家說一封信的內容 早前選舉主任在核實參選人資格的時候 就經常去質問參選人是否真誠信奉基本法 但同時間我都突然意識到 部分的18區民政事務專員兼選舉主任 不排除可能持有外國護照和BNO 所以我是要求民政事務局長交代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2019年區議會選舉和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期間 曾經委任為選舉主任的民政事務專員 在選舉期間他們持有外國護照的人數是什麼 請以列表列出人員數目 持有外國護照的國家分佈 以及至今仍然保留外國護照的選舉主任 第二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委任民政事務局附下的民政專員 去做選舉主任的時候 會否考慮到有關人員持有外國護照 將影響他們去核實參選資格的時候有所掀摸 如果持有外國護照 各區選舉主任會否願意放棄他們的外國國籍 一心一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其唯一效忠之國家 願意生生世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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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代代成為大灣區的子民 第三條問題 無論如何持有外國護照並非愛國的表現 而不願意放棄外國國籍的行為 其實反映選舉主任根本就不是真誠支持推廣和信奉基本法 以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唯一效忠的國家 第四條我問民政事務局局長的問題就是 是否同意如果選舉主任一方面持有外國護照 一方面質問參選人是否不信奉基本法 是不誠實甚至公職人員失當的表現 話說民政事務局長徐英偉 其實他在2008年時候 剛剛去做民政事務局政治助理的時候 已經放棄加拿大護照 我是非常欣賞這個行為 所以我是促請所有未放棄外國護照的民政專員和選舉主任 盡快效法民政事務局局長 放棄加拿大護照 以及前特首夫人梁唐青兒 放棄英國護照的行為 以表示他們愛國愛黨愛港之心 以及給所有公眾知道他們有多麼愛國愛港 真誠支持推廣信奉基本法有一個市民的交代 所以我已經去信給民政事務局局長 促請他們去交代他們有關的立場 以及我除了去信給所有民政專員的上司 民政事務局局長之外 我都將副本抄送給了所有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主任 以及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主任 包括DQ我的蔡敏君女士 上年DQ我現在去上海的蔡亮女士 以至到黃大仙中西區九龍城沙田 離島觀塘荃灣屯門元朗北區大埔西貢的民政事務專員 我都是有去信到的 我想去強調一點就是 面對著政府的DQ面對著政府的打壓 其實這樣DQ是極有問題的 而如果要DQ我們的話 我們就一於看看藍絲有多藍 看看選舉主任他們自己有沒有其身不正 是持有這個外國護照 所以這個就是我去信的原因 所以關於民政事務局長 會何時徐英偉會回應我的信件 去交代選舉主任和他們的家屬 是否持有外國護照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盡快需要去交代 以及公眾是非常關注的 除了這個問題之外 不知為何弄傷我也是勝賽 除了這個問題之外 也值得和大家去交流一下 大家也留意到 今天傍晚時分 我收到港島公眾活動調查隊警隊 黑警打電話給我 表明我收到法庭傳票 是要起訴我參與美經批准集結的 就是講到6月4日燭光盲會的狀況 案件會排期在9月15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上庭 亦都反映了政府的官司有多無法無天 無了期地去打壓我們 政府的策略就是要讓我們去疲於奔命 讓我們去應對官司分身不下 固然這個是選舉策略 但是你說這個是不是代表我們會就此去放棄呢 其實這個就絕對不是的 因為我想即使政府是怎樣去起訴我們 其實這個很明顯是一個秋後算帳 但是我們都會繼續有抵抗的空間 以及我們的抗爭意志絕對不會磨滅 以及我也是很希望即使在這麼艱難的時勢 我們仍然能夠迎難而上 所以我想一方面我們就 黃絲不鬥黃絲和藍絲鬥藍 那就一於看看那些愛國愛港的選舉主任 他們自己和他們家人有沒有持有外國護照 另外面對著政府的起訴 形勢是很艱難的 是很大壓力的 但是我們都希望能夠好好地有機會去抵抗 希望大家能夠夠支持我們 大家可能會留意到我旁邊這一盒的Freedom Gundam Freedom Gundam自由高達 其實它是一個上海將會有的產品 話說大家可能留意到 在日本東京是有1比1那麼高的高達 之前是RX-78 然後後來就變成Unicorn 然後日本Bandai就表明了他們會在上海設置1比1那麼大的自由高達 但是後來大陸和香港的網民就表明 他們是大陸終於有自由高達 但其實是暗風大陸是沒有自由的 但無論如何 我想現在的情況 即使有多艱難也好 其實我們和團隊都合作 大家可能看這個Live 都會問黃之鋒 為什麼最近 除了一些硬斑斑的政治 會有那麼多這些 好像沒有那麼嚴肅的事情 會給大家看 我想值這個機會和大家說 即使選舉完了之後 其實我們的政治工作 是未曾停止的 如果你說一些很嚴肅的政治工作 無論是個人私隱條例 會容許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把香港人的DNA資料送中 到之前林鄭密謀在大灣區搞票站破壞選舉的公平性 到選舉主任持有外國國籍的問題 其實這些問題我們都是密切研究和留意的 正所謂我們黃絲民主派就不要內控 我們一定要團結一致 我們就等藍絲鬥藍 我相信前特首梁振英 必然會同意我去鼓勵所有的民政專員和選舉主任 是放棄外國護照 如果讓我知道哪個選舉主任是拿著英國護照 然後說我們不信奉基本法 其實這個真的非常過份 事不宜遲 我今天會開箱 其實箱是開了 但裡面的PASS我是未開的 開完之後都可以解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無論是關於臨立會 星期六人大開會 這些問題都可以和大家交流一下 大家記得留意 我肯定1224人裡面一定會有兩三個 是國安、政治部、黑警、狗 但無論如何都好 其實他們喜歡看就看 如果這一個都是勾結外國勢力的證據 我也沒有辦法 還有不要忘記這東西 中國大陸都有的 如果這樣都說是勾結外國勢力 你夠膽就按上海的高大 非常支持 事不宜遲 開箱 我想說這個自由高大 大家小時候有沒有看過這個自由高達的版面 原來是可以這樣 是有七色彩虹炮的 然後呢 如果小時候有看這個 Freedom Gundam Kira Yamada Itimas 就會見到這個基拉大和 持有的自由高達 真是比特擊高達 Scrack Gundam很多 它這裡是有幾個PASS 跟大家講解一下 提醒一下大家 開箱和送命抽是我自己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Patreon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如果大家看到這個Live 覺得我講得很隨便的話 其實我剛剛才講完 我去信選舉主任 回應政府DQ 以至到各種安排 所以不要覺得我這個Live好娛樂法 其實都是說一些很嚴肅和很冷門的問題 這個就是個說明書 這個呢 就是那個 自由高達的那隻翼 對 就是那隻翼 我覺得它有一點差勁 然後呢 這個就是那個左 這個就不得了 這個呢 就是自由高達 對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因為很多人會問我怎樣看現在狀況 其實被警察去跟蹤 警察或者國安或者不明人士跟蹤 對人身安全是有威脅的 其實你問我是不是有很大的uncertainty 都是這樣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這樣就代表什麼都不做 這個絕對不是 所以這個就是和大家打個招呼 這個就是自由高達 對 對 不要跌 它呢 這隻自由高達呢 它是可以開駕駛 開駕駛 開駕駛 還有它可以 它可以 這樣翻肩膊 出來 可動性就非常之足 還有呢 它的樣子都很修長 因為我小時候都有隻 1比100的自由高達 原來這隻自由高達呢 我真的 覺得自由高達是一個很神聖的東西 是 我記得我Gundam Seat的時候 是小四的時候播的 有沒有朋友是看Gundam Seat的呢 也可以交流一下 還有對比起紅迷網 我覺得 FREEDOM GUNDAM的結構 都相對比較容易 相對的 嘩 即是 它那個七色彩虹炮 都是很讓人 晉晉落到的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 高達那個 嘩 嘩 小心點 是沒有影響的 嚇死 這樣呢 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 都是可以 我的身上 這個 是RX782的衣服 大家是會 言我讀 我知道 大家不要理我 看 看 怎麼拍進去的呢 唉 真是要看說明書 好 關於臨立會的問題 這個都可以跟大家去講解一下 就是 其實大家不斷去談臨立會的問題 但我覺得 首先就是大家不用太急 因為這個星期六 已經是有這個 就是臨立會的決定 應該是會有一些風聲傳出 另外就是 原來是可以直接拍進去的 大家看看 這是自由高達的身 然後呢 這個就是那隻翼 你看那些塗裝的顏色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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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東西的 你不要嚇我 大家看到 電腦的顏色是很不同的 而且這隻 都應該容易拿一個紅迷網 紅迷網真的很難齊 對於一個新手來說 嘩 好容易砌 你看看 這隻就是 自由高達 然後呢 它是有這一個 就是 就是 什麼呢 呢 定了 又掉了 好壞 都是要放遠一點點 因為搞不定 好 好 好 那 關於臨立會的問題 我想都解釋了不少 而且值得留意的部分 就是 其實未來那個 政治形勢的變動 會 持續下去 那 大家對於 民主派的 初選出線人 有什麼期望 我都覺得可以和大家 是 交流一下 首先就是 這個是 自由的 我的砲 即是 可以這樣 再 就是一個砲 當然 如何拔它出來 我還在研究中 可以了 這個就是 自由的砲 就是這樣 我 都是 事不宜 就是 把劍放進去 可以了 這個是 第一個 就是 它的 右邊的裙甲 另一個 就是 唉 糟了 大家都會覺得我很毒 怎麼會做這些 但是 我想 無論如何 做這個Live 都會想和大家 去 講一下 未來的 疫勢 還有 有什麼 具體的工作 是需要去做 或者是大家留意的 而我想 大家提近一點 它 我現在就幫它 安裝它的 裙甲 它 這個 在這裡 我是要 增加大一點 今天 大家一定會說 我是 在砌 大殺傷力武器 好 好 那之後呢 裝完這個 之後呢 有什麼 要裝呢 就是 我可以把 它的 盾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 Freedom Gundam 這樣 你看 它 它的 衣服 完全是 另一個級 我是非常擔憂 或者是思考到 大陸是 玩得自由高達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是懷疑大陸 是遲早不能玩 因為 其實好像說 曾經傳說 凡是讓我玩過的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大陸就會禁 最經典就是 動森 我真的想不到動森都禁 都是有點慘 那 也反映了 沒有自由的地方 還有些什麼呢 還有些什麼呢 這樣呢 我們開始的時候 就有把 槍 可能我今天加持完之後 明天就會有這個 高達做一下 我想說這個盾拿不得了 大家小時候 如果玩高達的話 應該是有見過盾 但是盾的顏色 其實都是 塗裝得極差 還有 簡單來說就是極老套 好想知道 五毛看見我砌高達 他們會有什麼反應 他們會心想 哇大哥 你真的有砌高達 他們在螢幕室 他們也很辛苦 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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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如果我玩完的東西是不是不可以在上海出現 我也很想知道這個這麼關鍵的問題 到底這個審查是會瘋到什麼程度呢 好 我就換了這個手 其實高達的故事本身就是殖民地獨立運動 其實都是很不適合大陸去播 是會加深分離主義的意識 在這些邊垂地區 我覺得這個是很危害國家安全 所以其實最好就是大陸去按高達 而且都在這裡 大佬這麼難適合去 這是什麼設計 大家可以訂閱和支持我的Patreon 我再解釋一下為什麼 我把手放進去 然後呢 就安裝盤子 我剛剛安裝盤子給他 換了手 然後呢 就要安裝了把槍 其實Bandai怕了我 到底Bandai可不可以找我賣廣告 其實我是很樂意去幫Bandai賣廣告 我是非常支持這件事的 所以我可以看看 我們能不能夠買一個更好的 就是不適合的 是不適合的 我記得這個可以解釋一下 既然會不會是不適合的 我可以解釋一下 就是不適合的 像是不適合的 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找不到我的手呢? 我找不到我的手,終於卡下去了 那我就要換這把槍 就是自由的槍 特擊自由的槍是有兩把槍的 我想知道建制派 看到我這樣套裝高達 他們是怎樣去回應這件事件 果然是Metal Build 用都要用多點力 好 好 這樣呢 我終於呢 就很簡單的 就拍好了這隻Metal Build 的自由高達 而呢 嘩 左耳聽黃之鋒 右耳聽袁弓儀 人格聯的機器是非常有趣的 這個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我下一部要做的就是 設一個台給他 其實我想說 高達這什麼東西呢 有人說我男人愛高達女人 我覺得這一個很 性別定型的說法 我就是很不鼓勵這些想法 盾是不是左右調轉 不是的 因為其實是 這個iPhone的鏡頭 會左右調轉 所以才會有左右調轉的狀況 原來這個有鋁蛇 原來這個是有鋁蛇 這個是鋁蛤 對 這樣呢 先賣一下廣告 對了 我現在做的什麼呢 就是在組裝這個高達的台 這樣呢 嘩 真的很難 對了 我想在這個Live上 有千山雷看出 佩服大家的耐性 這樣呢 都是可以和大家 一起去交流一下 以及去講一下 一些未來的 應勢判斷 好 要在它的屁股 對 自由高達我要盡量 插這東西 就在屁股 對 對了 哇,哎呀,頂 哇哇哇 這部分那麼容易掉 真的很驚心膽地剪 現在要在這裏 我想說這裏真的非常尖 好,這就是一隻完整的Freedom Gundam 在這時候我要做的事就是先幫他放上帖子 有沒有看進擊的巨人,我一向都是有追進擊的巨人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現在正在移動結構 因為這隻巨人絕對便宜 所以移動的時候要隔外小心 然後把這一塊拿出來 然後把這一塊剔出來 然後把這一塊剔出來 把這一塊剔出來 然後把這一塊剔出來 終於完成了上面兩個炮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令到自由高達可以在大陸被禁 我是非常期待和樂見其成 好了,弄完上面的炮 再弄下面這個黑色彩虹炮 後面那一節是怎樣的 來,一下子就能看更多 我可以安靜一下 按 virtue的不得 要看再看別人的說明 現在用甚麼事 按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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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怕弄爛 先撿一下 還要擦大腿有台形 經常罵我越南難民的後代 其實我不太知道做甚麼 這就是高達的自愛之一 就是這個Freedom Gundam 我不會安裝太難做 但這兩個都是可以安裝的 這個就是左邊 再放在屁股上 完成 再放好一點 沒錯 這就是自由高達Metal Bill 沒錯 這就是超合金的Metal Bill 小時候如果可以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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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這幕會被CV出來笑我 對,沒事發生 甚麼都沒有發生 甚麼都沒有發生 嘩! 是 他是穩定的 我是不應該在屁股上 應該在腰上穩定一點 待會跌了的話 我應該叫救命 是的 那 這個Live 就 說些甚麼呢 就是 其實這個Live 現在還有千石人看到 把槍都不值 時間關係 其實是需要超過15-20分鐘的時間 是 去安排的 但因為時間所限 都不太詳細地去安排 這就是自由高達 這就是自由高達 大家就不太詳細而深究了 想和大家說的話 就是 說甚麼呢 就是和大家說一下案件的情況 我現在是面對這個 包圍警察總部的案件 就是會在 11月23日 就要面對這個法庭的審訊和起訴 到時候 案件在11月23日 就會正式審訊 今天收到電話 就是有這個未經批准集結的案件 其實這個 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案件 就是六四燭光晚會的狀況 因應六四燭光晚會在維園的舉行 而我便面對這個未經批准集結的案件 如果你問我怎樣看案件的狀況 當然現在的形勢 是絕對不樂觀 亦都有極大的不確定 亦都不知道未來會怎樣 但我想對我來說都是平常心去面對 因為其實 在工作以外 當然 當然 早上晚上10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應該要處理不同政治事件 但 現在因為 政府很離譜地取消選舉 另外有一個意外的時間 去 碰碰這些事情 也希望有更多機會 和大家去交流一下 可能大家也會問到 未來的去向 或者如何應對官司 我希望有一個很清晰的訊息 就是去告訴大家 就是 其實 初選完之後 即使沒有選舉 臨立會殺 其實初選的出線人 我們依然在努力 例如大家看到 之前有反對押後選舉聯署 除了反對押後選舉聯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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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有去信選舉主任 我們要求 選舉主任要交代他們自己 有沒有擁有外國國籍 同一時間地 我們亦都有 有不同的行動 希望維持社會對政局的關注 而我想對我來說 這段時間可以做的就是 多點開直播 多點和大家聊天 交流一下 和老實說和大家播放平安 因為始終 我想很多朋友都會擔心 我的人身安全 而老實說 我的人身安全 的確是需要 和值得擔心的 所以在一個 即這樣的狀況之下 也希望盡量和大家聊天 交流一下 這也是今天開直播的原因 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 是想我和大家去聊 和交流 和我發現 用Metal Bill擺帽子 其實很難 因為那些關節很緊 是很怕它會掉 我試一下動它 這個位置是可以拉出來的 應該不可以的 沒有跌 這個位置是拉前的 為什麼拉前拉不到 我也是很怕它跌 雖然正常這個位置是要拉前的 但我不深究 然後它有這兩支炮 這個就是持鬼炮 然後有這個 如果經常說歐傑外國實力 如果我這樣玩歐傑外國實力 我覺得政府可以檢查他們 這麼多年來做什麼 即是如果一個國家安全 可以被一個24歲的 死英俊這樣破壞了 那很明顯就是 政府辦事不力 但我也同事辦事不力 因為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如何拉個炮出來 這個可以拉到的 這個就不知為什麼 因為 明明說明書 它說可以拉前的 你看到嗎 是可以拉前的 你看到紅色的部分 然後呢 它又又又又又又會 拉不到的 但我覺得很害怕那些 不要不要不要 行了 我研究一下之後 它還有什麼PASS 這個真的很危險的狀況 那除了這個Live 是跟大家開這個高達開箱之後 其實我現在已經買了AA教 因為我們紅迷網的Metal Bill 剛剛是炒了的 怎麼炒法呢 我不會跟大家說 我明天告訴大家 還有這個Live 也是想跟大家去說一下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PATREON 因為其實現在的狀況都很不確定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大家在PATREON 放心 為什麼有Metal Bill 其實這隻是別人送的 就是我買的 紅迷網高達是我買的 這隻是別人送的 可能大家會問 為什麼這個時候這麼小 但是我會想跟大家說 其實明天早上10點半 我已經是要去高等法院上庭 所以其實 要上庭的時候 其實到時候都要很認真 所以 難得今晚可以輕鬆一點 就輕鬆一點 還有我也很希望就是 上海的網民可以看到這一幕 就可以研究一下 這隻炮是不是調轉了 上下 不是 沒有調轉到 沒有調轉到 上下 上面是白色下面有黑色 沒有調轉到 大家是左右調轉的原因 是因為鏡頭左右調轉 00R也是買不起 再貴一點 今天的直播就大概到這裡 希望 明天 和大家說明天我什麼做 我明天是有這個 之前 區議會選舉 取消這個參選資格 然後就被人DQ了 取消完參選資格 被人DQ了 之後 我是入了這個司法覆核 到底這個司法覆核 會不會能夠開展到審訊 其實就是明天 高等法院會開庭 大概開一個多兩小時 就會知道 這個司法覆核的程序 可不可以持續到 但無論如何 希望大家能夠繼續關注和支持 因為 我想現在的政治形勢 大家會不會有無力感 其實一定會有的 但有無力感的時候 就自己放鬆一下 玩一下高達 或者就算不玩一下高達 總有方法是可以 令自己沒那麼大壓力的 還有我相信 就算形勢有多惡劣 也好 都有些事情可以做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還有 我想未來都會多些去做Live 和大家講一下狀況 即使被人起訴 也好 我9月15日又要再上庭 但也希望老套說句 好人一生平安 今天的Live就到這裡 希望自由高達 大家努力 拜拜 拜拜